这是朋友家的蝴蝶兰 没有花了 两片叶子有点皱 通常叶子皱成这样 根都会有问题 轻轻晃了一下 很容易就晃动了 那这下面的根应该不行了 而且植料还进到了叶芯里 不知道叶芯会不会有损伤 轻轻的往上一提 就出来了 根都烂没有了 这就是叶芯会发皱的原因 尽管叶芯自己也能吸收一部分水分 但是毕竟不够 还是要靠根来吸收 这颗呢我就拿回家了 我想试试能不能把它救活 尽管这颗的状况非常糟糕 它还在试图开花 尖端 还有小花包 这个可以理解 它在拼命的想留下自己的后代 延续生命 可是就目前 母猪的这个情况看 最好的抢救办法就是把这些小花包都剪掉 让它放弱了 让它放弃生殖生长 转去营养生长 也就是让它转去长根和叶 我把所有的枝条的尖端都剪掉了 然后找了一个大瓶子 让整颗花悬挂在水面之上 不接触到水 因为它已经没有根了 所以没有地方可以接触水 它的花梗除了尖端都保留 干掉的这个可以剪掉 没有什么用了 保留花梗有几个好处 一个好处是 我可以用夹子夹住花梗 这样就可以固定整个植株的位置 第二个方面 这些花梗里也是存储了养分的 在现在这么虚弱的条件之下 这些养分也绝不能浪费 第三是这些花梗上都有修棉芽 万一这个母猪抢救不过来 还有一个备选方案 就是用这些花梗 看看能不能繁殖出小苗来 朋友的这颗花 我曾经帮着抹过脆芽剂 大致是夏末秋初的样子吧 当时天气我印象当中 有点要转凉 我还记得曾经说 很可能催出来的是花芽 后来还真的是开了花 那会儿是水培的 后来就变成了瓷盆盆栽 我现在是又把它转成水器法 就只是简单的把它悬于水面之上 之前说过的像什么茶聊之类的 因为它也没有根了 也不知道要聊什么了 所以统统都没做 它的根茎不发黑 我还需要观察一下 会不会有病菌感染 这主要是观察黑色的部位 会不会继续变大 如果继续变大的话 需要用植物杀菌剂 如果黑色的部分 并没有什么变化 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一直保湿 然后慢慢的等 这个需要有耐心 即便是健康的 生长也非常缓慢 何况是这种病炎炎的呢 连续下了这么多天雨 今儿早上居然出太阳了 空气就没有那么湿了 所以我在上面给它夹了张纸 就放在架子上静养吧 它旁边就是砍头繁殖的那颗 小苗已经长这么大了 可是从砍开到发现有苗 两个多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差不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你去看看它 什么都没有 没点耐心是真不行啊 我今天抢救的这颗 不知道会怎么样 只能是尽人事 听天命 证据 证据 都没有 你 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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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